何佳靖,又,与高金塑梅分手后还是朋友。 翻摄自网络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, 久未露面的58岁资深男性何佳靖, 昨晚现身香港慈善节目《万众同心公益金》再成焦点, 台湾观众对她印象最深刻的, 就是何无党籍立委高金塑梅的一段情, 据说,何佳靖至今仍未结婚, 传言就是因为难忘旧情人高金塑梅, 前年1月,由港媒经报何佳靖已悄悄结婚, 事后证明那是乌龙爆料, 她至今依然诞生。 当年与何佳靖和眼包青天的金钞群, 范红轩,后来受访时加码爆料何佳靖还是难忘旧爱高金塑梅, 因她对高金塑梅情有独钟, 因此选择孤零零果生活, 据了解,何佳靖和高金塑梅分手后, 她因肝癌需住院开刀, 何佳靖甚至取得当时女友李婉华亮姐, 亲手为高金塑梅推轮椅到医院就诊, 有情有意在演艺圈传为佳话, 至于何佳靖为什么仍未结婚生子。 何佳靖受访时曾说过, 他对感情采取随缘态度, 多年前承认有女友, 但不想定下来, 我要四处拍戏, 工作, 根本居无定所, 有哪个女人受得了?